好 刚才我们讲了一下OI的七层模型 它每一层模型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以及TCP IP五层模型 每层模型干了什么事情 是吧 然后简单是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封装和解封装 数据封装和解封装呢 其实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准备的这张图 带来看 从你应用层你自己输入了一个数据 一直到最后发出去 要一层一层的经过这些模型当中的一些协议加工 加工上相应的数据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封包的过程 然后这个数据包 咱们说到IP层之后分成了各个小的数据包 是吧 当然如果你这个数据包本身比较小 没有超过1500B 那一个数据包就够了 如果说超过了1500B 那要分成多个小的数据包 是吧 然后分成多个小的数据包 每个数据包最终都会被封装成这样的一个什么 数据包 前面都有各种投信息 然后最后里面是你的那个什么 数据内容 然后这个包呢 封装好以后 然后发送到这边 对方 对方这边层层解包 层层解包 层层解包 最后将数据 发送给相应的应用软件 应用程序 然后来展示 好吧 这个叫封包的过程 这个叫解包的过程 然后我们说到过在TCP UDP TCP UDP 这个地方 传输层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封装一个端口号 对吧 比如说不同的程序 它是为了咱们说去找相应的程序 比如说 SSH去连接人家的 SSH 是D服务端 是吧 那人家开这个二组端口号 那我在这个地方要找它的时候 不仅要加F地址 骂个地址 还要加上一个端口号 有这个端口号 我才能找到它电脑上的相应的程序 是吧 它这边相应的程序 它会去接触这个数据 那这个端口号呢 我们在哪能看得到呢 在这能看得到 大家比如说 比如说这 我用这个Xshell连接了一台 这个相当于一个远程主机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虚拟机 我现在连接它了 对吧 F地址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我在什么呢 我在这个 我自己的主机上 用的Xshell连接了它 那我在主机上输入cmd 来到这儿 我输入net data 这个指令 -ano 比如ano 随便加个参数 就能看到我们的连接 我那个SSH 底层 SSH本身是应用层的一个软件 应用层的采用的SSH协议 是应用层的协议 那么 底层 下层它用的还是什么呢 它这个传输层用的是TCP TCP协议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连接的主机 IPD值多少 ifconfig 查看一下 是192.168.2.118 对吧 我自己本机 2.18 对 我自己本机 IPconfig 查看一下 是110 对不对 那我就去找一个110和118的一个连接 这个数据展示 NetC的这个数据展示 就这个地方展示这两个地方 重点看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本机地址和一个web地址 这是什么呢 就是你连谁去了 拥有什么端口号连接他 然后这个地方就有显示 比如说 你看我连接的192.168.这了 2.118 你看 我当前用我自己主机的某一个端口号 去连接了这个虚拟机的22端口 看了吗 用的是TCP协议 好吧 established表示正在建立连接 不是 已经建立连接了 就我们两个就是连上了 就是连上了 就是我连上他了 好吧 就是established的意思 就是建立连接了 我和他连上了 就现在这个状态吗 我这不连着他呢吗 是不是 行 然后这个端口号是咱们系统自动 默认给咱们自己随机分配的 这个端口号呢 是人家服务端那边是挺好的 因为我要去连他 我要知道他的端口号 然后我自己随便带个端口号过去 他给我回数据呢 他就记录了我的端口号 再给我回到我前用的端口号上 我就看到了这个XL上展示的 对方系统的相关内容 好吧 netsdata可以查看端口开放情况 这是端口号 然后在linux下呢 比如我看我连接这些主机 他开放了哪些端口号啊 用哪个也是netsdata指令 也是netsdata指令 传输层啊 也是netsdata 然后netsdata加这几个参数 lntop lntop 然后在这一年贴 来看一下 开放了这么多端口 是吧 我这二端口开放情况 开着呢 什么程序开在二十端口啊 sshd 也就ssh的服务端 占用着这个端口呢 好吧 二十端口 那前面都是什么东西 这个呢 我们后面再说 后面再说 行 这是查看一个端口 查看端口 然后解封 数据封包和解封装和解封装呀 我们说啊 有点像快递 我给别人发快递 别人收到这个快递 要解开这个快递 哪里边的东西 对吧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我们在 我们通过抓包工具 vrshark就能抓到 就能看到 那比如说 我现在 我把这个关掉 然后我们打开vrshark vrshark我在前面 已经带大家干什么了 是不是这个 安装了一下 对吧 然后打开它 然后找到我们相应的网卡 我现在用的连安的WiFi 就这个网卡 好吧 在这输入ipconfig 也能看得到 ipconfig 你看下边 我这个显示了一个IP地址 是不是啊 我连接的就是它吗 连接上它 就是我用的哪个网卡 这个地方就会显示相应的IP地址 好吧 说明这个是 下边的两个就不是 好吧 这个就是啊 而且IPVC的地址 这不192.168.2.110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网卡呢 叫WLAN 好吧 那就是它 选中这块网卡 然后点击这 抓包 抓包 它就开始抓了 那么呢 比如说 我现在 把这个关掉 我现在随便去找一个网站吧 然后我先暂停一下 我现在随便去找一个网站 这个呢 这个搜索方式 大家 这我这种搜索方式 大家不用 先不用管啊 后面 我需要大家信息收集的时候 我都会教你们 好吧 然后比如说 随便找一个网站 比如这个网站吧 这个网站啊 然后在这 再等一下啊 卡住了 好 咱们在这啊 我再点击这是开启抓包啊 点击这个位置呢 就是把这个捕获捕获 之前捕获的这些数据包 从网卡上拿到的这些数据包啊 全给它清理掉 点这就给它清理掉了 好吧 就继续不保存就可以了 你还可以把刚才的数据包保存一下啊 行 我点到这 然后我点着开始 点开始 然后一会我去访问这 好吧 等一会我这浏览器卡了 有点卡 Windows Win11升级以后啊 这个和这个浏览器 有些不太兼容的地方 等于浏览器用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点卡顿 不过没关系 还等它一会就好了 就好了 或者是我不用它了啊 我去给你 这样 这个网址 民乐通城 是吧 民乐通城 那我去 我用这个打开啊 比如说 哎好了好了 这好了啊 行 我在这一会撤啊 我说本来想换个浏览器 给它打了啊 呃 行 会撤之前先关掉啊 先关掉 然后把这个 先暂停 再 先暂停啊 然后这个包不要了 不要了 然后重新的开启抓包 关起抓包 然后在这访问 一会车啊 然后我这边就抓到这个包了 其实我停下来啊 就是刚才一 输入网址 夸一会车 这个网络数据包啊 其实就被我们能够抓取到啊 然后这个Wireshack的一个具体使用呢 后面我会再给大家讲 讲到那个抓包的时候啊 数据包抓取分析的时候 再给大家去讲这个 它的详细功能啊 这会儿呢 咱们先不用去关注啊 呃 看什么位置呢 比如说看这 看看 看往上走 往上走 这 啊 不是这 上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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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找 往上找啊 这啊 哎呀 也不是这个 再往上看 这个 对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抓取到的这个数据包 刚才我发起的这个请求网络数据包 你看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网址啊 看见没有 啊 明乐通 是吧 就是这个网址嘛 哎 这个数据包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抓到的这个数据包 然后这个数据包呢 你看 你看 它 其实这个位置显示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TCPIP五层模型 五层模型 它会给你分了五层模型 每一层模型当中的那些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好吧 就是每一层啊 你比如说这一层是应用层协议的 呃 TCPIP五层是应用层 传输层 呃 网络层 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 好吧 那应用层点击这儿 应用层这应用的协议 叫HTTP协议 H T T P 协议 好吧 然后这个什么呢 是 看了吗 TCP 啊 TCP协议的 上面写的是IP IPV4 看了吗 IPV4协议的 这里面都能看到什么呀 点开这儿啊 都能看到它的详续的那个 呃 数据 数据包 啊 里面封装的数据头什么的啊 都能看得到 好吧 哎 将来我们做 呃 网络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讲这些东西啊 包括这个每一项里面 这些内容都是干嘛的 我都会相续给大家讲解 好吧 反正你知道一下 你看 我们TCP IP五层模型的 一个封包解剖的过程 其实通过我们的什么呀 这个Wireshack 在网卡那个位置 抓取进 进取和出来的数据包 是都能看得到的 这些数据 好吧 哎 只不过现在还没到我们的分析过程啊 到了分析过程我再给大家讲啊 行 这是 呃 封包和解封装的一个 我用的Wireshack 给大家稍微抓了一下 看了看啊 行 行我先停一下视频啊 行我先停一下视频啊